6月28日,自共是妇幼保健院为一对婚后三年不孕的夫妇,成功实施了妇精人工手精助孕技术,为我治首例,开创了我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先河。 数千准备,数千准备,6月28日早上7点30分的患者夫妇到约后,接诊的两名护士按照流程对他们的身份,进行了严格的识别、查队、指纹验证、结婚中查证和相关注意事相告知等程式。 随后,南方进入取经室留取经验,实验室技术人员正在对经验进行优化处理,取经过程非常顺利,经验样本通过传递装送至经验优学实验室,实验室技术人员对患者身份进行当面查队核实,留存生物DNA样本后,立即对经验进行优化处理,让经子获得受经的能力,和对经子身份信息。 再次向患者确认经子身份信息,40分钟后,南方的经子从培养箱中取出,传送到手术室,迎助孕夫妇双方再次确认信息无误后,手术医生通过弓腔内受经导管,将经子学业注入到女方刺宫内,当长长的受经管从女方弓腔内取出时,受经管没有一点血迹,弓腔内膜无损伤,我是手力夫精 人工受精手术顺利实施。手术医生在为患者实施注孕技术,在整个手术过程中,女方一时清醒,没有感到任何不适。 静夜注入后,女方平落休息30分钟即可离院,14天后到院检查是否怀孕。 实施当天手术的住院团队,居则共事妇幼保健院相关负责人介绍,实施不经人工受精助孕技术有严格的适应证和伦理要求。 此次住院的夫妇结婚三年来,两年没有采取避孕措施,人不能怀孕。 女方输卵管检查提示双侧通畅,乱抛发育及排卵正常。 男方患有排庭困难,又是家中独子,夫妇俩非常渴望能有一个自己的孩子。 那患者夫妇符合扶经人工受精技术注军的条件。 今年5月,副市长李旭红,市卫生剂省委主任,荒林现场调研实验室工作开展情况。 2017年11月,该院正式通过了国家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评审专家组的现场评审, 成为自贡地区唯一获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。 目前,市政府已将该院生殖技术服务项目,纳入重大一件项目进行管理。 自贡市富有保健院辅助生殖大楼,目前,自贡市富有保健院在实施赴经人工受精技术的基础上。 正在开展鼠胚实验,积极准备申报开展试管婴儿技术。 届时,本市和川南地区,以及川边前周边地区的不孕不育患者,将获得更加全面的辅助生殖技术服务。 更多的不孕不育家庭将因此受益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